歡迎收看五七股市同學會 我是陳明君 各位同學上課了 台北股市最近吹起了 高股息ETF的熱潮00940 這個升國熱潮更甚以往 逼得央行總裁都要出來降溫 說大家不要變成羊群 笑一個一個就往懸崖下面跳 但是包含了官員財經大咖出來 喊話降溫 降溫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00940本身這個發行券商 元大投信也出來呼籲說 要冷靜一下 台股不能沒有ETF 但是也不能只有ETF 今天台股在平盤上下震盪 具有高值率題材的標股 像是新浦跟漢堂 是00940入列的 怎麼會打到跌停板 是要給大家一個警告 要給大家潑冷水嗎 那台北股市每次到兩萬點附近 就洗刷刷 要不要稍微擔心一下說 台北股市現在過熱了 那這一波的起漲 可能會暫時劃下休止符 還是說你認真的找 找沒有漲的隱藏高值率股 依然是進可攻退可守呢 馬上歡迎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分析師 蕭有明老師好 明君各位同學好 歡迎分析師吳岳展展哥好 明君好大家好 歡迎分析師鄧尚惟 鄧老師好 明君同學們大家午安 好 老師老師說美股台股已經脫鉤 的確是 昨天美國股市拉回 但台股股市今天在護國神山群 紅海台積電拉台之下 尾盤翻紅 台股現在靠ETF的買盤撐住人氣 高值利率股還是很甜嗎 可是現在今天大家嚇一跳 怎麼00940的成分股跌停板 那下一檔高息ETF成分股 還可以買嗎 我們今天做了值利率的大體檢 誰有潛力誰還沒被發現 老蕭老師幫大家做追蹤 散熱創高拉回有現出警訊了嗎 昨天就有警告大家了 小心投信結帳 那投信昨天是還在買超 但今天這個高檔拉回 齊鴻打跌停 是不是真的要修正本益筆 那標股休息換低檔了嗎 電子成交大失血 外資送暖不怕競爭 講的是誰 世新KY 股王回神透出的電子股 依然有暖流有曙光嗎 展哥昨天也說 提醒了現在可能要稍微的換股 低位階有防禦性的比較好 可以換成誰呢 展哥今天從另外一檔 ETF來幫大家做追蹤 出家人也來買00940了 這個是亂象 據說去大賣場買東西 保全跟結帳員都在聊00940 漲多的成分股今天大跌 但是哪些個股沒大漲還算安全呢 台股資金大移轉 現在拉基盤面成了拉金盤 金融股的金 為什麼 因為殖利率真的非常的香 那金融股要擔心 下半年一旦聯準會降息 可能對金融股不利 那高殖利率股沒有這些風險的 位置低的還有誰可以買呢 鄧老師找出來了 休息一下鎖定57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57股市同學會 台北股市今天在2萬點附近 依然是這個蠻劇烈的震盪 那今天好多漲多的個股是 非常明顯的大拉回 尤其是有業績題材 跟高殖利率保護的 怎麼也會打到跌停板呢 讓大家有一點點擔心 那台北股市今天高低點 這個震幅超過200點 但是尾盤靠著護國神山群 鴻海今天下午要法說會的 會不會有好消息 今天非常的抗震 那台積電呢 拉尾盤收紅 那這個聯電的部分 在尾盤有買單拉台 這個護國神山群的啟動 讓指數是由黑翻紅 中場漲9點收在1993基 成交量4739億元 今天台北股市當中 幾個亮點00940成分股跌停之外 跌8天的世新KY 今天漲停板 昨天有看節目的人就知道 我們有特別針對世新KY做解析 老師說跌得差不多了 該反彈了就這麼精準 今天反彈大漲還攻漲停板 這代表說電子資金 依然還在大戶自救 大家先不用太過環漏嗎 那老師我們從K線來做觀察 的確兩萬點的震盪洗洗刷刷 也告訴大家說要習慣了 那現階段台北股市裡面 最大的這個題材就是 高值率概念股 但高值率概念股 有一些漲多的 拉回幅度非常深 那在正式掛牌之前 這些漲多的到底該怎麼處置 還是說它拉回可以買 或者是找這個列入裡面 可是沒有漲的 反而更有甜頭 首先我們很快速看一下 今天台股的一個走勢 其實你在今天早上9點10分的時候 你就可以確定台北股市 今天它絕對不會去的 OK 可是你說不會漲到明天 那明天開始會一直漲 漲到下個禮拜三 好 如果明天開始依照整個結構 它還要再漲一週 那關鍵在明君剛剛提到了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個股 有能力帶領台股 在未來一週持續做空間 所以我們稍待會從大盤的個股的 大盤的判斷到個股 你怎麼做選擇 好喔 大盤喔 這個明天還會漲為什麼呢 今天的拉尾盤有什麼樣的意義 我們從美股做觀察 老師你其實昨天就提醒大家說 最近美國股市跟台股有脫鉤的跡象 那美股也有在做拉回 那台北股市今天還有辦法 逆勢拉尾盤 那很大的推動是來自於 這個ETF的買盤 我們先用美股來看 今天是四五日 那也要公佈經濟數據 怎麼樣來做關注 我們很快速把今天一大早 主要財經網站所針對昨天的美股 它發生什麼事 巴龍提到說 股市大部分就整個指數部分 大致上是持平的 但是大期就是說 標普的七大成分股主要是下跌的 OK 路透市他則提到殖利率上揚 那拉斯達克下跌主要跌在晶片股 那這再來就蓬勃就直接講 反正特斯拉就一蹶不正 那這個不正在短期間 看不到有付出的景象 面對這個格局 最主要大家也許會去糾結在 所謂的到底什麼時候降息 其實這個議題我們的看法 不是那麼關鍵 好 老師認為 與其關注什麼時候降息 不如好好找股票 那今天公佈的數據 要怎麼樣來做觀察呢 今天晚上八點半 美國要公佈PPI生產者物價指數 那前置是0.9 預測這次會來到1.1稍微升溫 所以又讓降息的機率 開始的有一點點降低 但是呢 美國股市如果跟台股脫鉤 我們不要太過關心的話 看台北股市的狀況 幾個現象 也許大家可以做個參考 第一個是股王的逆襲 世新KY連續跌了這個八天之後 今天這個低檔反彈出現了一個 帶量的紅棒 而且是鎖到的漲停板 那外資也在今天送暖 他說他是很少數可以做 AISIC的服務廠目標價4850元 現在是3500塊3千7左右 到4850有這個 一塊一千塊的空間 那如果說 加上這3661要納入 3月18號納入0050的新成份股 所以會不會有被動式的買盤 來做推升 老師我想問 這高價股今天的回升 怎麼樣來做觀察 這個盤依然是非常的多頭 這個氣勢依然沒有熄滅對不對 我們把整體上切成兩塊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利率問題 利率的問題我們的看法 依照聯準會 今年到24年年底的規劃 第一個 如果6月12號沒有降息 那麼7月31號會降一碼 這個月不降 7月30日會降 那假設6月12降了 那一直到年底最多再降一次 所以今年全年大約就是降兩碼 就是0.5個百分點 首先接下來我們再看右側 右側的關鍵在哪裡 不是猜這個 而是在看什麼 如果請問各位 假設你是目前所謂這些EDF的 基金經理人 你又叫高股息 那請問你列為成份股的標的 你不要忘了你叫高股息 既然是高股息 那你不要忘了 股價跟殖利率是成反向的 股價一路大漲 你原本6%的股息 殖利率會變成3 那如果是4就變成2 反照成為低股息 所以整體上該怎麼做篩選 我們稍待會幫各位持續做追蹤 首先我們先看大七的部分 其實大七呢 揮答臉書這個都OK的 最主要我們提過 最主要問題處在蘋果 特斯拉跟Google 那這三檔真的是非常的弱勢 比較弱 這三檔個股沒有發生 所謂的暴跌代量之前 理論上任何上揚 它會持續破底 OK 回過頭來我們看聯準會是 針對今年 這是22年 23年 24年 好 22年當時的利率是落在 聯邦利率是在0 趨近於0 那麼到目前為止是5.25到5.5 從24年一直到年底 目標是多少 目標利率是4.75到5 所以也就是說 不管你六月降不降 反正不重要 今年全年就是兩馬 大概是在0.5個百分點 加上我認為反倒是比較重要的是 針對台股 我們針對下個階段 你應該怎麼做選股 這來得重要 那首先各位也許會擔心 可是股市一下台股 好正喔 對一下子漲一下子跌 對 其實各位靜靜看這張表格 從早上一開盤你就知道 今天他就是不會漲 他不可能會漲 為什麼不會漲 各位請看左側 左側首先我們講過 今天的強弱關鍵就是 開盤量不看交易量往下盪 你去找出單一分鐘最大量 今天單一分鐘最大量 依然是9.06分 9.06分這一分鐘 交易所的報價是 1萬9千9百46點 好最大量所產生的交易價格 不就得出一條緊線嗎 那這裡的關鍵就在於 各位請看 這裡 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兩個 這裡有三個 也就是說好 沒有站上強弱關鍵 它往下跌 問題是它沒有繼續跌 它是不是拉回來 拉回來946 然後小壓回 突破946 再壓回 難道它不是在這裡整理要再講嗎 它不可能會講 你憑什麼說它不會攻 來 各位進行看 這左下角 它怎麼可能攻得動 9.06分最大量這個叫A 好 接下來19946 不是往下跌 跌到多少 跌到19775 好 當它跌到775 來 各位請看這個量 它有放量 這個量叫B 這裡叫B 好 A在這裡 B在這裡 請問是A大於B 還是B大於A A大於B 如果B大於A就沒有A了 這裡就直接 新的所謂的強弱關鍵了 因為A大於B代表 這個砂盤量 比這個往上的攻擊量來得大 所以它站不上去 它站不上去946 問題是它為什麼不跌 因為今天的強弱關鍵在198 不是 周循環在885 那為什麼周循環又在885 好 今天是星期四 對 好 把盤中的最大最高價跟最低 最高價不是這個叫19775嗎 好 這個往上拉台股最高 這一度來到19995點 所以你是不是射算得出來 今天的未來一周的周循環 一定是19885點 接下來各位請看 它是不是一直聽在19885 沒錯 是 系一定是這麼嚴的 OK 所以你就照著整個結構 因為台股沒有脫鉤 它一直維持這幾十年來 非常正常的一個走勢 你自然而然 你大盤看懂了 那你就不會緊張 接下來就是個股的選擇 個股怎麼做搜尋 第一個記住 如果股價在短期間暴漲一倍的 那麼理論上都已經不是高股息了 你就要小心 為什麼這麼講 我們首先講看世新 各位你還記不記得 我們不是提到嗎 世新的本益比 預估本益比是衝到48倍 最高48倍 48倍 它就是要修正本益比 你不要指望 因為如果你是個基金經理人 請問你會48倍的世新去買進 沒有48倍去買進世新嗎 不可能 你要找個理由 高股息請問 如果以這個價格來算 它的股息殖利率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一檔個股在短期間漲幅過大 那我們就要適度要小心 再來它跌到昨天3月13 我們是不是說它要反彈 問題是它為什麼要反彈 各位請看右側 你一看就知道它是一定反彈 股價從48倍 預估本益比48倍開始往下修正 好 來 這裡是不是一個集結 對 昨天就講了這張對 對 所以它是不是打到集結 一定反彈 OK 可是這是反彈 這不叫回聲 所以整體上 這只是個反彈 你要把握反彈的高點 再來 過去這一個月 大家最喜歡講的不就散熱嗎 身上說從世新的修正本益比 來提醒大家散熱 要洗你 那我們在昨天也提到 你要洗魚 有什麼要洗魚 你自己用眼睛看 這漲停板 全中華民國 如果沒有說到雙紅 都不叫分析師 你知道嗎 反正就漲停板 對不對 因為不漲停沒有人要講 對 漲停就開始講了 講完今天就跌停了 你知道嗎 你說這是發生什麼事 這沒有發生什麼事 這就是修正本益比 好啦 我們不講多 請問這個本益比漲停板 這剛剛我們這天講了 對 我說這天漲停 但是問題是 世新是48倍 開機是去人修正 連山去人修正 要整個月了 OK 雙紅幾倍45倍 你說45倍就45倍 來 各位請看 這叫3324的雙紅 是 股價昨天是不是677塊 它的總市值呢 530億 這支是不是叫雙紅 來 PE ratio 叫做本益比 本益比 為什麼 正常情況之下 股價只能佔上其極 它就是漲一倍 一倍叫100% 你說 就直接漲一倍 舉例 我們看00929 00919今天一天跌掉 三個百分點 一天 幫大家複習 為什麼老師挑00929 因為外資是買00929 可是賣00919 然後大家 反正在過去這幾天 大家就毛起來找 919有什麼成分股 對啊 929有什麼成分股 我覺得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去找 什麼樣的股票會漲一倍 什麼樣的股票 短期間漲了一倍 反倒是要小心 我覺得這來得重要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來 漢唐全中華米國 接下來都在講漢唐 對不對 好 那反倒是 你就要適度要小心了 因為大家全市場都在講 舉例 這裡是不是個大集結 是 站上集結不就會漲一倍 對 OK 這裡是220 這裡已經是420 不是短期間漲一倍 這是過去 這是今年預估每個月28 去年21 前年14塊半 再往前是21 你去設算它的本益比 你去算它每年的殖利率 如果在這裡 假設殖利率在這裡是6% 對不對 股價漲一倍 請問你殖利率存多少 是不是存3% 它被列入高股息 這不一樣 你要算 變低殖利率了 你本來是假設是6個百分點 你這裡3個百分點 為什麼剩3 因為你股價漲一倍 所以你股價漲一倍 你殖利率不就一定往下掉嗎 所以你去找什麼 找站上集結的 這種就是會大漲 而且還有殖利率保護的 所以你現在要去做 提前我們講領先部署 領先部署再來 我們的看法就是說 整體上今年上半年到940之後 整個市場包括投信機構 尤其是這些經理人 他在選股 他會轉向轉回什麼 叫做 除了高股息是必備的條件之外 就是它的成分股 另外一個叫強勢 什麼叫強勢 因為它必須讓它的受益人 能夠看到我這檔個股 我的禁止持續在往上成長 所以弱勢股怎麼樣呢 它的操作就會頻繁 弱勢股它會做調節 然後去往什麼 往強勢股 往站上集結去做靠攏 舉例 我們來看這一檔叫1609的大雅 以大雅為例 各位看這個區塊 首先它是不是已經站上集結了 問題是站上集結 我們如果用一般的交易量來看 這一天有一根超級長的上影線 對不對 這一天的交易量高達9萬5千張 爆出這根量之後 接下來股價就不會漲了 對不對 但是默默的 默默的 偷偷摸摸的 鬼鬼蟲蟲 鬼鬼蟲蟲的 好 今天量說 股價竟然創短新高 像這種個股它其實在告訴你 它整個籌碼被鎖定了 否則不會說 爆量之後做個洗盤 然後接下來量說股價偷偷摸摸 往上竟然無形中已經創新高了 像這種個股都是未來你要值得流利的 除了大雅之外 另外一檔叫8070的長滑 我們之前也跟各位提過 有 因為第一個它有發CP 對 站上轉換價依照過去的案例 其實都有能力漲一倍 再來我們再看 這是個超級大集結 OK 然後股市場上 沒有什麼人提到這檔標的股 可是你看股價是不是 第一個站上CP轉換價 第二個站上整個大集結區 這種個股其實是未來 你可以好好去做部件 各位可以加入我們的LINE 我們在這裡幫各位篩選幾檔 你可以做留意的 分別有2347的聯牆 力程 然後微軟 大雅 長滑 跟針頂 老師他們就是具有高殖利率的保護 對 現階段可能在這個量價關心上面 有出現強勢的跡象 好 大家如果對老蕭老師 剛才所講的資料有任何問題的話 你都可以參考我們畫面上面的聯絡方式 跟老蕭老師加個LINE 今天時間不夠 老師這個畫面上面列出了六檔 強勢高息潛力的標的 而且有些個股慢慢的發動轉強 但市場上面還沒有留意到 具有高殖利率保護進可攻退口手 怎麼樣來做下一個階段的佈計 能不能夠往這個方向來找尋呢 大家都可以詢問老師 老師有時間會在LINE裡面 跟同學們做互動還有分享囉 我要聊一下今天這個散熱族群的雙鴻跟齊鴻 的確這個高處不勝寒 昨天有一點點籌碼鬆動的跡象 我們節目領先掌握 今天打到跌停板 但雙鴻還是比齊鴻稍微的強一點點 另外古王的世新KY 在這個破底之後的逆襲 又有什麼樣的一個起勢呢 但是看起來盤面上面 電子的火種依然沒有襲 主要是因為這個00940的 這個高股襲帶動 不過00940是把這個高股襲 也不管傳產電子都納進來 但是展哥要告訴大家 下半年電子依然是主流 如果能夠搭配電子的展望 外加高股息題材是更加的加成 怎麼來做選擇呢 我們請問展哥 學習一下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台北股市今天呢 其實盤面上非常的重點要留意 大家都很擔心啦 台北股市供到兩萬點 其實市場氣氛應該是很好 可是呢有一些強勢股的大幅度拉回 甚至打到跌停板 就會讓大家有一點點恐慌的 這個情緒出現 散熱族群的雙紅跟齊紅 今天早盤都打到了跌停板 那齊紅昨天還要反而說會 講得並不差耶 怎麼會跌停呢 他說去年EPS 14.11元創下新高 那Q1比預期好很多 Q2持平 下半年會更好 而且易冷產品大量出貨 等明年 難道跌停是因為要等明年 這句話 還是說高處不勝寒呢 一忍散熱 共用線業績再等等 大家有個疑問嘛 那齊紅給市場澆冷水 喔 跌停開開關關 投信持股比15.5% 要小心投信多殺多 昨天齊紅的籌碼 投信還在買超喔 今天會不會轉賣 大家要留意 那雙紅也是一度跌停 但散熱修正正式開始了嗎 看起來雙紅昨天 展哥有講 它比齊紅強 所以今天它比齊紅 早打開跌停 甚至還留了下影線 另外一個呢 是非常弱勢的股王世新KY 我們每天在節目當中 也有跟大家做提醒 欸 什麼時候轉強喔 可以留意到 又是電子股操作的機會 那今天這個世新呢 在這個跌破的境線之後呢 是看到了這個轉強的紅棒 出大量 而且呢 是攻高 攻到漲停板 波段是跌了25% 投信連8賣 但外資卻由賣轉賣 那主要是因為3月18號 盤中傳出來 它納入0050的新陳糞股 那就會正式的生效 美系外資也重申買進 目標價是4850元 距離目前的價格 有1000多塊 老師其實這兩大問題 今天大家會很想問 一個是就是說 現在氣氛的狀況 是不是很恐慌 世新回神了 怎麼觀察 但散熱族群的跌停 你又怎麼看 昨天你就提醒大家 高不過高 而且昨天的量 沒有上一次的 出大量的那個量高 量價失衡 難怪今天會打跌停板 那另外從這個ETF的 這個風潮來觀察的話 你也說資金在做調整 要稍微改變方向 所以往哪個方向走 現在是一個對的策略呢 好 我們先從那個散熱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散熱雖然昨天我們特別提醒 對 但是 我們也快樂不起來 為什麼 因為大家開盤 人家不及出啊 殺太快 我們先看3017好了 好 齊鴻 所以記得要加LINE 待會兒我們再給大家LINE 所以這個地方 其實你看 我們昨天是盤中在做資料 所以盤中我就覺得不行 有問題 所以你說盤中真的 第一時間你收到訊息 其實你昨天先落跑 今天少一根 真的就是這樣 對 但是客觀講 他籌碼有沒有弱 其實投信籌碼還不弱 對啊 也沒有閃啊 你看昨天高檔他也沒閃 還買耶 見鬼了對不對 想說今天好吧 怎麼會這樣子 對啊 我晚上看我也想說 難道我的判斷錯誤嗎 結果沒有 還是正確嘛 來 3 3 2 4 好 3 3 2 4 雙紅 OK 這邊殺到跌停 然後昨天投信還在買 我當然位置在到 沒有問題 但是今天的跌停的價位 是十日線 所以我們這一路都講 我說雙紅是裡面 比較強的嘛 對 所以他這裡也打開 居然還上來 還拉回到五日線之上 所以你看這裡 是不是測這個平台 然後測完站上去 其實客觀講 這不算弱 搞不好是洗盤 好 來 我們再回3017 好 齊紅 那齊紅的話 這邊當然就測這個平台 所以今天就有同學問我說 哇 齊紅沒跑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就看一下 好 但是記得提醒一個點 因為像這個股票 投信已經持股到多少 15% 對 其實投信算持股高的 對 所以如果投信 主動行 我們講主動行 要做帳的話 那就會變成 小心 跌對跌了 為什麼 對 因為如果我持有一趴 你持有兩趴 你績效比我好 我砍一趴 我砍到跌停我不痛 你兩趴比我痛 大家在互扯後腿的時候 通常這個就是經驗 在季底的可能前15天 大家開始要慢慢 高檔的我要獲利了結了嘛 對不對 那大家就互砍 所以投信 持續買到底是好事還壞事 這不一定 反而會引發多殺多的賣盤 這個地方要注意 好 所以重點的價位 那個 留意一下 這就是月線嘛 對 然後我們再看3661好了 好 世新KY 來 世新我們昨天來講 那個 季線大概在這個位置 今天又剛好站回 所以我們說 前上禮拜我們就說 它是反攻的指標 結果破底嘛 對啊 破底今天站回到季線 是不是告訴我們 反攻號角要催期 很希望很希望 這就不知道 來 3443 好 這一組IP股 我剛記得 世新是外資有回頭買 對 好 那它你看 相對就弱 對不對 然後年限還在上面 然後3035 支援 今天也是反彈 也是反彈 但是低檔是有沒有機會吞噬線 今天其實低檔有量 對 所以這邊如果低檔吞噬 明後天能站回 這一組 如果明後天站回安全的位置 那我跟你講 台股就是過兩萬 真的啊 就是這個概念 鐵口直斷耶 展哥 所以其實就是 觀察點大概就是這樣 那當然你說中間有很多 我們看 強的散熱忽然就掛了 對 弱的忽然又回頭 還好IP跟上去了 對 所以這個地方還是要注意一下 但是近期 為什麼很多股票的資金都被吸走 坦白講就是ETF之亂 ETF啊 但是這個幾個點 是之亂嗎 不知道 幾個點 我們把這個台灣的ETF拉出來 當然台灣股市最大 也是歷史最悠久 大概都2900多億 真的就是規模 就龍頭大哥 然後再來 元大高股息 0056 OK 然後國泰ESG 永續高股息 富華這一檔就是去年 異軍突起 對 高科技優息 然後群役 然後富邦 然後元大 所以整體來看 真的資金很大 佔了多少 大概大概 我忘記了 我就算我忘記了 但是如果對照台股的市值 台股市值大概64兆 前七大ETF 這整個加總起來佔比多少 6.84 所以很多人說 怎麼樣市場會怎麼樣 我覺得有限 因為真的他們 才6.84 才6.84 也沒有很多 比台金還少 所以其實 雖然資金量看起來很大 而且重點 新聞大家都說什麼 哇 押房子買ETF 解定存 解定存 然後借信貸 對 借信貸就over了 這利息你沒有算過嗎 你說押房子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但是聽到這個新聞 當然這是有點亂象的概念 但是客觀來講 這些錢本來在股市嗎 沒有啊 對 在我的戶頭裡面 在銀行裡面啊 沒錯 所以意思是什麼 這對股市的影響 我認為 當然有排擠效益 對 有些本來在股市的人 我會花一點錢去買 但是如果你聽到說 用房子押 用定存押 這些人其實本來 這些錢就不在股市 對 所以你說真的會對股市 造成大影響 我覺得有限 所以反而一個思考是什麼 有多餘的一筆錢 要來進到市場 買這些股票 那照理講 這些股票有沒有空間 應該還是有 我覺得邏輯上 應該會是這個思考 好 那當然去年的王者 00929 講他王者應該不為過 對 剛募集的時候多少 84億 只值此刻 1428億 對 我的天啊 對不對 台灣人怎麼這麼狠 對 對 但是沒有更狠 只有 沒有最狠只有更狠 對啊 現在0940出來 然後被提走了 對 五天就破表了對不對 但是OK 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剛剛看著 前面那些是不是都高席 高席 高席 所以簡單講 我們講元大 00940好了 他在50檔成分股 樣本是300檔 對 然後呢 簡單講 如果你要高席 你選來選去 不外乎就是那些人 不外乎就是那些股票 對 所以如果你是00940的 最近很多高股席漲很多 那你進場 下禮拜開始進場 明天募集完畢 下禮拜開始進場 你可能會買到高點 所以啊 我們先給大家急救一招 就是如果你已經買了 來不及停 那你下禮拜先去買一些 高席的股 ETF 因為你買的股票 你的錢會把你的股票 ETF推上來 對 可以補一點價差 就如果你是買到 高股市ETF 裡面成分股 然後燙到的 沒關係 你去買ETF 大家一起把它再拱上去 沒有 我是說 你去買了00940的人 因為你現在已經來不及後悔了 你只能等未來兩週 元大去幫你買期 好 但是元大去買的時候 你可能一直推上來 反而元大 ETF買要高檔 所以這時候你去買 還沒漲的那些ETF 概念上是這樣 OK 所以我們順著這個邏輯 當然現在市場上的說法 都說他們00939 00949 大概都會買長榮 對啊 所以兩檔持股最大的 都是有長榮 對 但是第一個 客觀講 我覺得長榮是比較緊急循環 所以我沒有這麼喜歡 好 而且現在 SCFI其實沒有漲 運價也沒有漲 然後昨天好像前天有一個 船被打掉了 結果運價也沒反應 所以意思是什麼 全世界的船已經都繞開了 對 紅海危機不干我的事 我繞路 我不跟你拚了 所以長榮我是覺得有點那個 對 所以我覺得重點 我們回到什麼 誰幫我們選好了 00929選好了 所以我們把00929的股票 先整理出來 這是40檔 它佔比的狀況 當然很多 你說包含像聯發科 歷程 一些那個 那叫什麼 封測的族群 其實去年我們 第二季左右就介紹了 好 那這麼多 00種種 叫你選你也不會選 OK 那我們幫大家 再做個整理 好 這個地方我們篩選是這樣 我們把2023年 鼓勵政策已經訂出來的 然後抓出來 然後抓出來之後 他們是怎麼算 他們就是這樣算 抓出來之後 我們再用殖利率 做一個排行 然後中間當然 至上還滿高的 然後聯電 至深 起棒 所以聯電你看 為什麼最近還滿強的 殖利率不錯 其實概念是這樣 對 所以待會從中間 我們再塞一些股票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當然包含致意 昨天講的 昨天我們就推薦了 OK 那這一段過程 大家就要回頭 思考一件事情 因為漢堂我們講很久了 對啊 老師說 不小心存股買到標股 既然講到漢堂 我們就要提醒大家 記得你要加我們的官方LINE 小老鼠 WU5868 5868 盤中有什麼樣風吹草動 老師有時間會在LINE裡面 跟大家分享 沒錯 對 來 我們看一下漢堂今天的走勢 好 二四零四的江坡圖 看一下江坡圖 江坡圖 今天殺到跌停 大家都知道我有 對啊 其市場都知道 對 但是我們9點11分 其實我發訊息大概10點 沒辦法 因為我們再忙一下 對 但是其實我9點11分出場 所以我們還出在400塊以上 結果 我也不知道尾盤會這樣子 來看一下6121 好 新普 昨天漲停今天跌停 對 一樣都是這樣 所以你看 即便是00929的持股裡面 他們這種漲多的 會不會直接灌下來 也會啦 大家都在埋伏嘛 所以這些要注意一下 然後幾個點 當初我們進場的時候 我們是277嘛 那時候殖利率到5.42 然後到了407 然後現在殖利率大概3.69 3.69 其實客觀講 你說3.69跟剛剛那些比 好像也沒有差到哪裡去 但是咧 有一個概念 通常我們殖利率 如果下降0.5%左右的話 對 大概你股價就是成長10%多 漲10% 殖利率降0.5% 對 對 差不多 10%多 但是會有負利效果 好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是5.4嘛 然後到3.6 差不多2%嘛 所以賺了40多%嘛 對 差不多這樣的概念 那你看 這個新普 新普它為什麼那麼慘 你看那時候它6.79 到現在大概 今天的最高點還4.86 如果來計算的話 我們用去年的27.6來計算的話 大概是這樣 但是一個問題是什麼 它是半年配 去年是1.1 13.1 然後下半年是14.5 今年第一劑要配多少 10塊 怎麼變那麼少 哇 馬上軟掉啦 對啊 所以你看到這個的狀況 你會害怕 會 所以這個東西的重點是什麼 其實漢糖還是滿強的 因為殖利率低它那麼多 但是為什麼 漢糖看起來長的也比較多嘛 所以重點一個概念 就是殖利率還是一個去年的概念 去年的狀況到底好還不好 那時候為什麼我們會選漢糖 因為漢糖還在成長 對 為什麼我不敢選它 其實我也看到它 我也覺得殖利率很高很漂亮 我也沒想到它會長成這樣 可是它沒有成長性 動能比較小 對 因為去年的獲利看起來 就不太有點害怕嘛 OK 所以幾個角度 就是我們從電子族群裡面 我們再怎麼篩選 我們就篩選 籌碼也是偏正向的 連電 高殖利率 然後自身 外資 投信 這一段都在買 然後殖利率也還OK的 對 OK 剛剛表格都有 剛剛表格 對 然後再來齊邦 齊邦這裡 其實豐測族群都還滿強的 你看這裡買 豐測還好多喔 對 然後還有這裡 所以其實你看這裡還有一個 有點底型 剛突破的樣子 對不對 好 然後星犬也是豐測族群 這一段上來 其實它最悶 大家長翻天了 連日月光都在創新高 對 你見到創新高 好久不見耶 這支股票 對 但是你看近期是不是 默默的外資也在揮補 而且還有殖利率的題材 OK 那最後提醒大家 那個加賴的話 我們大概是那個 我週末還會再整理一下 對 因為我們說高殖利率的 其實今年還有其他排行 那我們剛剛篩選的幾檔 是從00929的成分股裡面 去抓出來的 所以這週末 我還會再從高殖利率 從公司的狀況 因為坦白說 他們公開說明書 都有說他要怎麼選 對 我們就照著選 好 好不好 我們就再把資料給大家 老師認為 為什麼從00929出發 因為它主要是以科技股 為這個主要的標的 那未來的發展性 也會比景氣循環股 不是單純看 這個現金股息高 或就投入的狀況 是稍微的 比較理性一點 那如果說大家 對於展哥剛才 這個選股的方向 跟這個操作股市的心法 任何問題的話 您都可以參考 我們畫面上面的QR Code 或者是打這個Line ID 都可以找到展哥的訊息 那有問題都可以提出 老師有時間會在Line ID 裡面跟同學員們做互動 還有分享囉 好 這個00940之亂 真的是這個如火如荼 今天有一個梗圖說 連出家人都不念金 跑去買00940了 但是好多的漲多成分股都大跌 那我們裡面找 沒漲的比較安全嗎 如果說要找高股息的話 不一定它會被列入 它可能是隱藏黑馬 籌碼轉牆 股息也很漂亮 你還不知道 我們請問鄧老師 休息一下捨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00940在明天呢 就是要募集的最後一天了 那下禮拜呢 可能正是會有一些買股的動作 不過現在看起來 這940之亂 連我們的官員都覺得 要稍微的冷靜 要冷靜思考 央行總裁今天說 要小心過熱之後 會有陽權效應 提醒大家注意 那這個我們的外資天后 也認為 投資應該要找價值股 不要說這個 你要賺用工的錢 忙當沖也很辛苦 還是要關注長期穩健 價值型股票 回歸基本面比較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原大證件也公告說 我不保證截止前你都可以 不保證截止前完成開貨人 你都可以買到00940 我先跟大家做個提醒 那這有多熱呢 這是網絡上面傳了一個照片說 連出家人呢 也都跑去耗值來申購00940 但是呢 過熱機場也有人提出警示 網絡上面有一個 KUSO的這梗圖說 有00940自救揮 那為什麼 也沒有什麼受傷 又還沒喪失 主要是因為先創起來放 希望不要發聲 因為這募集的資金 是高達2000億元 那我們看一下如果老師說這個 這個高股息是現在 投資的險學的話 但是很多的個股 在風頭浪尖上 難免會被注意 像今天就有很多檔個股 被打到跌停板 反而是一樣高值利率概念股的 甚至它還沒被發現的 業績展望好的 你買起來 也比較不怕被 這個籌碼亂被衝來衝去 老師已經幫大家找到了 另外一檔是這2301的光寶科 其實最近這個 老AI的法說會內容都講得還不錯 股價漲多的當然不要碰 但股價沒漲的可不可以留意 2023年三綠三升全年股力4.5塊錢 也看好AI伺服器業務 拉升毛利率 反而說24年全年賺7塊錢 今年會創下歷史新高 股價還沒發動 老師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台北股市震盪劇烈 但尾盤靠的還是大哥來拉台 台積電 聯電 鴻海 拉尾盤 這個盤看起來依然是 沒有任何轉弱的跡象嗎 其實為什麼在3月8號跟昨天3月13號 都看到2萬 昨天創新高到2萬0100多點 我都問說你快不快樂 幾乎是不快樂 因為盤面的架構 你看到是跌的加速都比漲得多 對吧 但是今天你是沒有看到2萬 高點是差 就到19995點 對 差5點 但今天漲跌的加速就不像前兩次看到2萬這樣 那這樣重點就來了 你認為2萬會不會過去 我認為會 這個震盪是畢竟會的 但是昨天有很多同學問我說 是不是你認為2萬是不能買股票的 那我反問明君 買00940難道不是買股票嗎 也是啊 是啊 而且 如果你認為2萬不能買股票 那你怎麼會2萬去買ETF呢 為什麼去買ETF呢 ETF是人家幫你挑一籃子股票 幫你挑高股息的也好對不對 挑好的這個成分股也好 然後去買啊 所以怎麼會有 一下子就快要2000 那這些錢也是去買股票啊 所以不是2萬塊不能買股票 而是2萬不重要 重要是你要買對才重要 買什麼股票 買對股票才重要 好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來 大盤 昨天我是講說 從2月1號開始算就好 是不是漲了2280點 對吧 我昨天舉了四檔股票給各位看 從2月1號開始它就是跌 你看8227的巨有科 你看從2月1號跌 跌到現在 那我請問各位 你在2月1號 你看大盤就漲了2280點 到昨天 漲了2280點 可是如果你買到巨有科 蹦蹦蹦跌 跌掉40幾% 還有8054安國 你看8053安國 蹦蹦蹦跌掉45% 還有2383台光店 對 各位 從550跌到 剩多少 390 是不是很可怕 包括神盾 6462神盾 6462神盾 對 從3月初開始跌 跌到很多 那是不是跟大盤沒有關係 所以為什麼在這邊 稍微跟同學們澄清一下說 不是2萬不能買股票 是你要買對股票 你不要說2萬了我不買股票 那為什麼一堆人去買ETF 所以不是2萬的重點 你如果問我 我覺得會到2萬2 為什麼會到2萬2 很簡單 你在20年前的高點12682 我們低點2485 這邊有1萬點 突破然後再加1萬點2萬2 看2萬2 問題是這個過程 你買對了股票才有用 你買錯了你看完蛋了 漲2000點你還在賠錢 好再來你再看 昨天的齊鴻 3017齊鴻 不是馬上外資又調高目標價 看800多嗎 昨天才調 你看這些問題出現在哪裡 都是在創高 都是在漲停板 然後消息一直出來 對吧 大家瘋了 完全沒有意識 為什麼我說你要去找 現在極其低的就安全 可是沒辦法 媒體也好 投資人喜歡看那種當充的 喜歡看漲停板 創新高的 有一句台語比較難聽的 叫鬆一時 剛好一世 刺激一下 痛苦一輩子 對不對 你再看2404的漢堂 2404 2404漢堂 你看昨天漲停 今天這樣 辛普也是 你看每天都有這種 創新高的股票 來 你來幫我買 你要搶個3% 5% 當充 隔日充 這樣的風氣會搞死投資人 到最後你就住進長期的套牢 會受傷 對 因為你們的手腳 不像我們展哥這麼靈活 投資人 如果你沒有辦法盯盤的人 不是短線高手 不要去羨慕那種 散個廁所回來 怎麼跌停了 不要去羨慕那種當充隔日充 你容易被坑殺的 反而這樣 漲慢慢的你不喜歡 譬如說我們在講 光寶科還沒漲 可是你知道他明年 可以賺7塊 對 他殖利率也不錯 今年賺7塊 好 來 神達也不錯 股價低於禁止 兩成跟你講 他慢慢漲慢慢漲 你沒有任何風險 可是如果你搶錯股票 風險就來了 你比如搶到安國 45% 對 你找誰要 你會說 老師不會啦 擺著就會回來了 誰說的 我們看一下2498的宏達店 好 看一下月線 看一下月天 看一下月線 我告訴你 你已經套了一二十年了 還不會回來 再濃縮 就從1300 1300 到現在 套一輩子 當時1300 什麼利多 看1500 看2000 對 所以我很怕 當大家瘋狂的時候 最怕那種投機股 主力股 沒有賺錢的股票 狂拉 那大家跳下去 就完蛋了 一輩子都不會解套了 那這樣怎麼辦 除非你能夠當機利斷 不對 3%5%就砍掉 否則不要玩那種股票 零可買這種穩的 像聯電 殖利率也夠高 5% 股價也低 對吧 然後我們昨天為什麼講 這兩檔安扣 你會發覺 其實大膨脹震盪洗刷 其實我們都不用害怕 因為這些股票 可以讓你買得很安心 這才是王道 不要去羨慕那種投機股 掃描一下所謂LIOT 那加入這個QR Code 掃描之後加入LIOT 搜尋我的直播 那有更詳細的籌碼分析 其實都有徵兆 像我們剛才提到很多股票 為什麼大盤漲兩千多年 開始跌 你自己去看 創高帶大量 然後背離 量價背離 KD背離 都是警訊 這些才是你要學的 保護自己 那加入LIOT 知道搜尋我們的直播 有更詳細的籌碼分析 都跟各位報告 的確有透過今天 這個好多高檔概念股 大洗刷的震撼教育之後 反而認為你可能在這個 使用這個基本面 技術面 甚至籌碼面 來安心的選股 是未來比較好 保險的方式 是的 同學們如果對鄧老師 剛才所講的個股有任何問題的話 您都可以參考 我們畫面上面的聯絡方式 跟鄧老師來詢問 老師的資料都會放在LIOT裡面 同學們有問題 都可以提出囉 老師我們時間不多 我們快速從KC的做觀察 好的我想台積電 還是今天有人在問說台積電 感覺都不願意跌 可不可以買回來 我覺得還是不行 等 為什麼 你看台積電ADR ADR 台積電ADR現在是介於 五日線跟十日線 對 我們硬上來 我們硬在五日線附近 我們還硬在五日線之上 再看個幾天 我就不急 好 因為你要買股票是 就像我講的 買了之後你可以賺多少% 這才是重點 如果買了之後 只有一%兩%的空間 不要買 真的不要買 好 那你看聯電 我說這個量價已經很清楚告訴你 我要往這個方向走 4.8 對吧 所以你拉回來就買 而且法輪買給你看 本益比也低 對吧 本益比也低 配股 殖利率也高 殖利率5% 我覺得這個滿好的 比你去買0.940還好一點 好不好 好 那像這個精彩你看 它也是回測這個 粗量這個地方 從開始粗量之後 這個點就在這裡 它就維持在這邊給你買 那我們看是未來它會漲 我們比的是空間 指標再低檔修正了 我覺得滿安全的 雖然還沒有大漲特漲 先買來等 就像我們在封關前 高速會買星雲 3583星雲 結果你看 開門盤之後 一波漲了35% 叫你測 測掉之後你看 來3583星雲 在這邊叫你測 這邊叫你買 2月26號叫你測 測了之後你看 這裡洗刷都不關你的事 你不會被 你如果在這邊採買 是不是沒有空間 而且每天 會煩惱得不吃不苦 對 沒錯 會被洗得很厲害 是 千萬不要做這種事情 很難受的 這個量過 它的低點都在200塊以上 所以基本上 就往這裡走就好了 好 那審達更不用講 持續慢慢的往禁止走 而且法人是越買越兇 我們在告訴各位的時候 在41塊42塊 當時法人3月份 當時才買3570張 現在要2100了 越買越多 每天慢慢增加 不是買假的 會不會有紀理作帳 可以拭目以待 因為它禁止就在這裡 YY也不錯 1到2月 年增率24% 好 光寶科 我們剛才第一張字卡 有沒有 陳淑芬在講 要買這種的 他今年又會比去年更好 可是他還在打底 還在打底 而且整個法人還在 屬於站在賣方 還沒回頭買 所以你現在買起來 後面他就幫你做抬轎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 指標已經差不多了 好 昨天提到精神科 他連續兩個跳空 安控 對 今天早上跳空 很刺激 來看一下 你看一下 6419 你看他今天碰一下掌停 洗刷再拉上 你看K線就刺激了 為什麼 你看兩個跳空你都不能追 我說不能追 開高你不能追 可是拉回就可以 為什麼 接近五日線 你說你今天沒買也沒關係 明後天他如果在這邊震盪 五日線接近了你才買 你才買 那這個量幹嘛 這個量這麼大 大量洗刷 還留長了下眼線 我覺得大家還是看好他的 畢竟業績是爆發 可是最安全的是機油 為什麼它最安全 第一個 你總共可以拿回來 四塊錢現金 對 那你請問這個 值利率高不高 絕對比你買00 940還好 最終是我這長期的大抵 對 他不是在天上 我這個指標是低檔剛交叉 你這樣去看一下強勢 KD都在高檔 你難道不會擔心一下嗎 像這種你就不用擔心 這個你就可以慢慢的抱著 比你這個定期定了